真的有这么累吗 桃园一位客运司机一大早就把整辆车停在红线上 霸占住一整个车道 而司机他竟然是躺在驾驶桌上呼呼大睡 完全不管其他用路人的权益 大马路上车辆来来往往 不过一旁的转角竟然停了一辆公车 恶霸司机就这样大辣辣的占用了整个车道 仔细看看这辆公车就这样违规的停在红线上 而公车驾驶更是离谱 透过车窗玻璃可以看到司机员整个身体一歪 在驾驶座上隧道几乎忘我 这里是桃园市的复兴路 有民众就投诉这位夸张的司机 从早上九点开始公车就一直违规霸占车道 完全不适于交通法规存在 红线地方停车 可以依照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五十六条一项的一个规定 应该要处一千两百元的罚还 事后司机说自己是因为肚子痛才停车休息 但是空班休息就可以霸占车道当骑马路恶霸 恐怕让用路的民众实在很难接受 今天新闻简正方讲诚词桃园采访报道